希望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花莲农改厂针对县内 包括是洛神花、山苦瓜等特色作物 研发加工技术 并在今年签约将技术转移给富里香农会 共开发四款特色的养生茶饮 预备在农历年前正式开卖 将特色作物入菜、美味又营养 现在花莲农改厂将作物加工技术 移转给花莲县富里香农会 共开发以在地特色作物为主的四款 汉方养生茶饮 三年为一期的非专属技术授权金 每款产品不到三万元 主要用意还是在推广农产加工 会演示因此 他看到我们的好东西 那这些好东西其实也是我最佩服总干事的地方 或许在我们厂里面研究人员 出来的东西就实时的单一的使用 可是到你总干事的手里的时候 他可以百变百搭 所以刚刚我们绕了一圈最起码二三十种的花样 那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产品 可是我们既然能够生出这么多好宝贝 所以真的是要谢谢总干 这来给整幻是一个爬花虾子的 而这也是过去主打进百种国产米粮加工品的 布里香农会直销站 向花改厂取得制成授权之后 首次推出汉方查包 目前还没有正式定价 但是先透过在地绿色照顾站 与加镇班系统多元应用 协助未来拓展通路 也使地方受益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把这个改良厂最好的东西 寄转到我们副里来 我们的汉方副营对不对 当然不能讲说这个吃了以后 可以治病啊 可以干嘛干嘛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寄转来的汉方副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是抗病毒的 现在大家是不是打疫苗 打了第二剂会疑累累 对不对 然后都会感觉没松开 然后又觉得说 自己要怎么提升自己的防疫能力 让我们争抢我们自己的体内的这些 那个民意要怎么提升 我告诉你 就是要喝这个 布里香农会也在这天 进行今年度幸福农村计划的活动成果 总共有20个摊位 展示在地特色农产 而新研发的特色茶包 则预计最快农历年前上架开卖 记者高雙雙 布里香采访报道